先回答一下Kathryn,她問5號,惠虹 走勢是否變差了呢? 她可否再入呢? 在甚麼位置買和上網應該是多少呢? 差,真的要買? 我也覺得,都是炒上落 其實也不是炒上落,慢慢都彈得越來越少 你看到近來,她彈到5月1、2的位置 那時就在炒那個叫做分拆 就是亞洲業務的分拆 但是現在你最新已經在談,因為惠虹那邊自己都不想分拆 還要找到投行去跟平保談 變了你就知道她多不想分拆 變了大家不要打算分拆還可以炒 你看到近來,銀行股的也不算做得很好 我也是寧願後悔,有沒有機會做淡可能會好一點 如果你說真的上的,也不要期望可以上多少 我想50那些位置很盡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我想你的指示先設定47先 即這些位置一穿就很麻煩 我覺得你不就當47、55、51這些位置炒上落就OK了 但不要想著長渣那些 匯豐不要長渣了 是,匯豐很多投資者可能都會衷敬 將來美國加息,將來都會激進加息 以及ECB和歐洲央行都會 預期都會繼續加 但你覺得是不是加息的因素 已經大部分反映在惠虹的股價入面 這個一定是,因為之前炒加息的話 就只是炒息差礦符 對於惠虹是很利好的 那時候應該是2月的時候 但問題是,現在炒加息就按通脹 但按通脹的原因不只是普通收水或美股那邊 你多了很多因素 起碼多了打仗的因素 你打仗的因素令到油價夾 這些是惡性通脹 我形容為 變成你一有惡性通脹的話 你會對經濟會差 你經濟差對銀行股是會差的 之前就只炒加息 然後經濟升溫 現在不是 可能會令到滯脹甚至衰退的話 變成整個玩法又不同了 所以變成不要憧憬像之前那樣強 即是就算它會 你也覺得不是一個好的水平去吸收 是呀,不搞它了 簡直不想搞它 是呀,好